PS5游戏开4K120画面为什么会糊 那HDMI 2.1是智商税吗 咱们先说结论 PS5是吃不满HDMI 2.1的带宽的 但是HDMI 2.0的带宽又不够PS5折腾 举个例子 我画了一个图 这是一条HDMI 2.1的数据线 它相当于是一条管子 这管子里边的带宽是48G DPS 在这条管子里 每秒钟可以跑8K分辨率60个画面 或者4K分辨率120个画面 它的吞吐量是很大的 目前非常先进 我们把这个管子里边的带宽 从中间一拉 分成两个 分别都是4K60赫兹RGB的色彩 两个60加的一起就是120 这个好理解吧 这个是HDMI 2.1的接口和线的一个规格标准 那PS5它能跑多少呢 能吃满吗 或者就算吃不满能吃到多少呢 由于PS5机能的限制 绝大多数的PS5游戏是吃不满 这个4K60的 咱先不说4K120 4K60它都吃不满 也就是说HDMI 2.1的带宽的一半 它都用不到 我们以使命召唤20为例 是这个游戏 在游戏里面开启120赫兹模式之后 它先建立一个HDMI 2.1的通道 这里面能容纳4K120赫兹RGB的数据 但实际上 COD20它的120赫兹的画面会非常的模糊 大概分辨率是1080P到2K之间 每秒钟能算出120张画面 咱们就算它是2K分辨率120个画面 这也算是PS5的性能能跑满了 但是即便如此 它的带宽仅是4K120赫兹的一半 那COD20如果关掉120赫兹模式 变成4K60模式 这时候游戏画面非常清晰 分辨率是2K到4K之间 每秒钟能算出60个画面 咱们就当它是4K60 那么它也只占用HDMI 2.1带宽的一半 其实使命召唤20这游戏优化还算好的 实际上很多PS5游戏 哪怕是索尼第一方游戏 4K30高保真才是主流 虽然HDMI 2.1提供了4K120RGB的带宽 但是PS5只能算出来4K30个画面 如果支持VR可以算出4K40个画面 相对比HDMI 2.1来说 只能用到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或者二分之一 对了还漏掉一个细节 PS5后面的HDMI 2.1的接口 它是个一样割板 它跑不满4K120RGB 只能跑4K120YUV422 这个YUV422是被压缩过的 稍逊色于RGB 分辨率帧率是没问题 只是在颜色清晰度这些方面有所衰减 其实是一种压缩方式 压缩编码 那我们换个角度 对于PS5来说 HDMI 2.0是不是就够用了呢 因为目前显示器电视主流还是HDMI 2.0的 技术比较成熟 价格便宜 符合大众需求 但是由于HDMI 2.0的限制 PS5最大只能跑到4K60YUV422 跑不到4K60的RGB 这个锅PS5不背 是HDMI 2.0接口的限制 那么RGB和YUV422 在光感上区别大吗 说说我自己的感受啊 如果看惯了YUV422的画面 突然一看RGB 一下子会觉得画面特别稳定 感觉变好了 但如果你长时间看RGB 突然间一看YUV422 就感觉画面差点意思 但如果你一直用YUV422 没用过RGB 没有对比过 那也没觉得YUV422 有什么不好 挺好的 好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给各位参考 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关注转发评论 请不吝点赞关注转发评论